今天的决赛是66位选手 经过了我们初赛的群雄逐鹿 24位选手经过了复赛的各显神通之后 最后产生了10位选手 进行到我们今天最后的比拼 历史两个多月 经过初赛和复赛的角逐 首届天使杯澳洲中文电视台主持人大赛决赛 日前正式上演 进入决赛的10位选手 展开了对澳大利亚华人电视媒体史上 第一次主持人大赛冠军的争夺 在建台之初 澳洲中文电视台就明确了自己的宗旨 凝聚华人力量 传递华人声音 提升华人地位 温暖华人心怀 在澳洲中文电视台举办此次大赛之前 澳洲的华人电视媒体 还没有举办过电视主持人大赛的历史 澳利亚是一个有着多元文化的国家 我们不仅要把澳洲中文电视台 办成当地华人自己的电视新媒体 还让它成为其他族裔了解华人的重要窗口 和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桥梁 把我们的文化和美好介绍给西人 同时学习这里的进步与优秀 大家融洽相处 和谐共生 我们既深爱自己的祖国 又对澳洲这片美丽的土地 心存感恩 这样的媒体导向肯定更有价值 澳洲中文电视台作为澳大利亚第一家电视新媒体 2014年12月7日 正式在网络和微信公众平台播出 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里 已经在中国中央电视台 海外频道华人世界等栏目 播出资讯和人物纪录片近30条 累计收视超过1亿人次 在国内几家大型视频网站 搜狐 优酷和腾讯 播出的节目点击率超过了400万人次 决赛现场 澳洲中文电视台特地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小主持人 澳中友谊小天使邹国 虽然只有8岁 但邹国却对政治有着与大多数同龄孩子不一样的兴趣 他曾就如何发展澳中友谊 给澳大利亚总理埃伯特写信 并得到了埃伯特的接见 我们是炎黄子孙 我们是华夏儿女 我们热爱自己的民族语言 我们更能写好自己的民族语言 亲爱的哥哥姐姐们 说华语 读华文 出华彩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谢谢 比赛现场 中国驻新尼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汤英和新州上议员王国忠先后讲话 非常欣慰地看到我们在海外的年轻人 对中华文化的追求能够切而不舍 能够持之以恒 也正是因为我们年轻的一代的海外的华侨 或者说华人的子弟吧 他们对于祖籍国语言 祖籍国的文化和祖籍国的智慧的执着的追求 那么中华文明呢才得以代代相传 深深不息 应该说呢今天每位参赛选手 不管最后是不是走到了这个领奖台上 都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坚定的传承者 一个主持人的成功的话需要两个东西 第一我感觉是修养 第二是内涵 你在舞台上说的一句话 大家可能都差不多 但是你把你表达的东西有内涵 有很多的资料在里面 让他感觉到一个深度的话 才让整台的节目能够有光彩 能够把这个主持人做了一个魅力 所以在这里呢 我希望呢所有的今天的 在舞台上的比赛者的所有的亲眼呢 他们的基本技巧非常非常好 希望他们以后呢继续努力 把内涵把受养都给他锻炼起来 变成一个有魅力的主持人 最后选手王子卫江一新郑雅宣 分别获得冠亚继军 他们除获得奖金奖杯证书外 还将与澳洲中文电视台签订异项工作合同 我们澳洲中文电视台目标是 如果有合适的助力 争取在三年内成为澳洲最有影响力的 华人电视新媒体 我们会一直努力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们和我们一样 都是澳洲华人电视新媒体 发展的支持者 见证者和亲历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